拿根绳子慢慢垂降 纸袋里装的都是空碗盘 由于紧急隔离 楼上粮食储存不足 楼下多煮一份情意相挺 互通有无 还有爸爸担心疫情封城 不远千里 亲自从内蒙送来一车食物 大学采封闭管理 有妈妈怕孩子饿着 寄了一箱12公斤的食物 面包泡面统统有 大陆疫情延烧 辽宁大连拉警报 短短11天已超过300人染疫 一度传出封城消息 官方紧急辟谣 并公布这波疫调最新结果 首例确诊来自冷冻库员工 病毒传播到食品公司 在入侵大学城餐厅 造成社区感染 作为大陆冷链水产品 进口最大的口岸 这已经是大连第三次 发生与冷链相关的疫情 全国近70%的进口冷链货物 都是通过大连进入国内 在大连从事进口冷链 相关产业的人员 就有约60万 截至目前 大连已完成核酸采样 超过1531万人次 并启动第三轮全员筛查 就怕人群聚集 成了病毒传播温床 有检测站用钢筋焊出 特制小方格 让排队民众 能确实保持安全社交距离 记者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